OK我们精彩继续 这一讲呢 作为我们长线的一个收尾 我们讲一个非常精彩的一讲 这个方法 这个思路也是来之不易 希望大家且听且珍惜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超长线的 超高利润的做法 大家要知道 其实做投资 你想挣一波大钱 一定要跟时间和趋势做朋友 时间和趋势都要占 短期暴涨 短期暴涨不可持久 对吧 狂风暴雨就两小时就完了 我们想挣一波大钱的时候 这一笔我挣一波大的 那就一定是一个超高的利润 超高利润从哪来 从长期的时间 一个是时间 另外一个是趋势 这个来源呢 是来源于一个日本的富豪俱乐部 你说日本 大家不要看不起日本 日本在投资界还是有一号的 其实比中国的地位要高得多 因为我们看的K线 就是日本的米商发明的 对吧 有人知道 包括后来什么九天战法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很多这是日本人 日本人那个金融开放 比我们早得多 所以这点呢 不服不行 我们失一长地以至一 对吧 我们跟他们学习 跟他们学习好的东西 然后呢 唯我们所用就好了 今天讲的是一个日本的富豪俱乐部 当时那个 咱们简单说吧 那个俱乐部是 很多在投资界做的非常棒的一些大佬 一些功成名就的人 然后他们组建起来的 组建起来以后 就是不是你有钱就能进 是吧 你是个富二代没用 你必须在投资市场上 拿自己的钱 挣出超过一百万美元 才能进那个俱乐部 进去以后 大家不用付这个会费 谁也不收钱 谁也不付钱 干嘛呢 在一起做一个沙龙 在一起交流你挣钱的经验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超长线的 超高利润的方法 这套思路 就是从里边流出来的一套 嗯 但是这个来之不易啊 大家真的且听且珍惜 咱们来直接来上干货了 好 原来我把它叫做 佛系低位翻倍法 后来我们学长 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改了一个名字 叫做愉悦龙门 更加的硬紧 这个方法我们用在 个股的月线上 只看K线 什么意思 不看均线 不看均线 别看这个长线啊 不是说长线就要看均线 长线我们这回只看K线 我们早就说过 只要你水平够 只看K线就够了 K线是什么 K线是价格 既是价格 也是时间 也是空间 没有成交量的事 对吧 价格 时间 空间 三项了已经 K线看懂了 不需要看别的 这个做好了以后 做一只股票 就让你本金翻倍 你投入这只股票的 本金翻倍啊 不是整总账户 当你所有总账户都做这个 那就翻倍 也没问题 好 首先 我先画一张示意图 长什么样呢 其实就长这样 这是一个示意图 不是必须长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 这张图随手画的 很精髓 先给大家一个一个条件 过一下 首先我们一只股票上 我们要下跌筑底 为什么要下跌筑底 做长线 我们都知道 先下跌在横盘 横盘以后再上涨 对吧 这个趋势跟随的思路 是不变的 跟我们做个之八法的 那个买一是一样的 但是具体做法不一样 然后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画一条水平线以后 从上往下拉 卡到哪个点 就不动了 就是下跌过程中 可能会有无数的上影线 什么的 这些我们都不管 这些不是我们要关注的 下跌以后再反弹起来的 这种的尖 这种的尖 哪个高 就以哪个为准 如果这俩差不多 就无所谓了 这个我都写的很清楚了 然后呢 之后我们看的是月线 月线某一个月 这必然是一个阳线 我就没写了 必然是一个阳线 收盘价高过底部 所有K线 这个月K线的最高价 看好了 收盘价高过最高价 就是我画的这样 之前可能涨上来以后 一个尖 一个尖扎上来了 然后下来 这又一个尖扎上来 这样尖差不多位置 比如这个尖的位置 10块钱 这个收盘价 收盘价至少要高于10块 是收盘价 什么时候买呢 模型出现的 当然这个就是次月 次月的开盘价买入 买了以后涨到哪 翻倍 乘以2 11块钱买的 拿到22 那就不是成了啊 11块钱拿到22 好 那这个方法 我们怎么去设止损呢 买入点到最低点 假如最低点3块 这一波下跌 最低价是3块钱 涨上来以后 突破以后 买入点11块钱 在哪去设止损 3加11 扩起来 除以2 7块钱 做这个止损 上边22 做这个止盈 就是这样的 这个方法用好了以后 我 包括我们很多的学长学姐 包括我们很多的老学员 做这个方法 一次赔钱的精力都没有 但是这个话说明白啊 任何一个方法没有绝对的 没有百分之百 只是我目前为止 我自己亲手做 亲手实盘来做 一次失败的都没有 同样呢 我们很多学长做也是 但是不代表你这么做 就一定能挣钱 因为很多学员没学明白 就做 做完以后赔钱了 后来发现 是你没学懂 你找的这个不符合条件 所以在这儿 以月龙门为首的 更需要我们的去理解 而不是我们一加一等 要让你背下来 对吧 我们一个英文单词 我们一个数学公式 我们背下来期末考 这个考完我就拿分 我就过了 我就取个证了 这个投资上的用法 更重于理解 理解了以后 怎么做怎么有 没理解的时候 光照这条件 一个一个去抠也没用 一定要理解 好吧 我们看几个实际的案例 这个不用说了 错过了就别再买了 你别看现在涨得挺好的 之后就没有 我们看首先一个 0008神州高铁 这个机会出现在 13年的6月份 我们首先看到 一只股票 我们拿到以后 00008神州高铁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它的月线 看它的是月线图 好 首先我们来看啊 这只股票可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股票从最高点 12块钱 这出现过的啊 12块 如果没出现过 那当时好像120多 12块钱跌下来以后 跌到了几毛钱 这就相当于120块钱 跌到了2毛2块9 没区别吧 对吧 后边加了0 这加了0 不就是了吗 120块钱的股票 跌到2块9 就是这意思 这12块多跌到2毛9 这其实底部在横盘 所以底部的时候 其实往上冲了一下 这横盘啊 然后冲了一个高点 下来 然后呢 又冲了一个高点 又冲了一系列的高点吧 无所谓了 然后再下来 就我们这个话 哪儿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然后再简单说 这儿又冲了一高点 然后又下来 这段时间 从2002年到2011年 这隔了多久 9年 我们不需要它非得每一只股票 都隔这么久 没有必要啊 但是这段时间 不可能少于一年 就这个底部 这是隔了9年啊 这太长了 不可能少于一年 少于一年 是根本就做不到了 所以下跌以后 我们就去看的月线 长期的横盘 横盘了以后 我们等着涨 所以我们在这儿 可以画一条水平线 把这个水平线 从上往下拉 看能卡到哪儿 就卡到这儿 为什么不以这个为准 为什么不以这个 或者之前的为准 下跌过程中的不算 必须注底以后才算 这儿卡了一个点 这儿一个点 我们把这儿放大一点 对吧 这儿有一个点 这儿有三个点 这儿有一个点 我们以最高的为准 就这个1块6毛4 等之后 哪一个月 这看都是月K线 一直没变过啊 月K线 直到哪一个月 它的收盘价 高过1块6毛4了 我们什么时候就去买 这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 我们等着涨 收盘价格 这可没过 收盘价格 这也不算 收盘价格 非常确定的 收盘价格 这是5月份 买的时候怎么买 买的时候6月份去买 61号能买就1号买 2号能买就2号买 因为有一个周末 或者过节的问题 买的话在哪买呢 在这买 买的时候多少钱 这是开盘价 1块9毛几 我们就当做是2块钱来算 好算 对吧 1块9毛2 无所谓的 2块拿到多少 拿到至少4块钱 下跌的话 止损到哪 我们待会儿来看 我们先往上说 如果往上走的话 拿到4块 你看这2块涨 涨一点 几毛钱 几毛钱 几分钱在这折腾 3块都还没到 4块钱到了 买完了以后 就到4块 愿意卖掉 这不到2块 1块9毛几 就差不多到4块左右 对吧 或者3块8 3块8 3块9 4块 没什么区别 这只最低的时候 2毛9 我们买的时候 1块9毛2 那我们简单算一下 2毛0.29 加上这个1块9毛2 2块2毛1 再除个2 这数太小了 1块1毛钱 作为我们的止损价 1块1毛钱 作为我们的止损 买完了以后 涨 跌就到这 1块9买了 跌到了1块01 跌了这个 其实 这个的止损空间 是不小的 对吧 可能有个30% 40%了 但是我们要上涨 那可是要翻倍的 340对翻倍还可以 对吧 也是一个 两到三倍的 一个盈亏比 所以我们如果 前边做好的话 其实这个胜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盈亏比 也很好 但是你就知道 机会一定很少 这几年下来 这只股票 才布了一个局 这个10年 有点夸张了 9年时间 真正这只股票下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吧 云天化 云天化 其实当时 我们很多学员 是一起来做了的 当时是来做了 当时这只股票下跌 然后横盘 又下跌 然后反弹了一个高位 然后又下跌 下跌了以后 才形成了一个 真正的横盘 所以其实我们不用 从最高点来看 我们就从这来看 为什么从这来看 我们一看价格就知道 22块钱 跌到4块钱 两折 对吧 除以5 两折 所以这只股票跌下来 这儿跌下来以后 缓缓缓缓缓缓了以后 冲了一次高 两次高 我们其实基本上 以第二次高点为准 都可以 你第一次也行 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 说实话 我们应该按理说 是以这个为准的 对 就是以这个为准 如果你实在觉得 不太那什么的话 我把这个去掉了 好 以我现在说的为准吧 我们这个思路同意一点 我把这都去掉 好 这只股票 现在从一个高位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 这是第一次反弹 对吧 形成了这么一个 像是双底的样子 我们画一条水平线以后 从上往下卡 就卡到这个卡点上 为什么不卡到这 为什么不卡到这 这是下跌过程中的 这是见底以后 往上反弹的 这个位置 这个价格多少钱 最高价8块3毛2 差不多 对吧 这个位置 好 我们等待着某一天 把它给突破了 收盘价 在8块3毛2之上 这天我们一看 这一周啊 一周一看 嗯 它的收盘价 收在了8块4毛5 高于8块3毛2 对吧 所以买 买的话就在这买 买完以后跌了也没事 止损设好了 对吧 止损设好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8块多买的 至少能涨到了多少呢 至少能涨到16 好 这156 差不多了 到这 结束 愿意到这结束 就结束 如果不愿意到这结束 实在说 你觉得还要涨 还要往上涨 想再拿怎么办 两个思路 就第一啊 就涨到这 无脑结束 这个你说 一两个月 最快的时候 一两个月到位 最慢的时候 超过一年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 原来我名字叫佛系 低位翻倍法 你买 买了以后就能翻倍 什么时候翻倍 不知道 有可能一两月 有可能一两年 我没见过两年的 我见过可能一年半的 一年半一只股票翻倍 好不好呢 也还是不错的 只要你看对了 对吧 不是 这个不是被套住了啊 这就是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能涨上去 这可能一年 可能上来就涨了30% 然后又奔50%晃 然后50%又跌回到30% 然后再往上涨 就中间你就不管了 反正我们就拿到 他翻倍为准 好 那这个 如果我们想再往上拿 说这涨的还挺好的 有可能再往上涨 怎么办 第一 你要看更多的趋势 要往前看看前高前低 这些我们之后 具体的细节 我们再往后说 我们如否看之前 但现在就说到这 至少说这还涨挺好的 如果没有这么长长的线 这一个大阳线拉上来的 根本就没到一半的时候 没有要回头的意思 两种思路 第一 在这 卖掉绝对没问题 除了这种思路以后 如果想往后拿 第一 我们可以卖掉一半 甚至更多 留一个小仓位 留下三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的仓位 比如说你一共买了十万 到这就留一万 就可以了 一两万块钱都可以 这能涨多少 涨多少都是赚的 反正我大部分利润 已经踏踏实实揣到兜里了 这才是属于你的 往上走多少 那些还不一定 还有可能往下跌呢 好吧 所以到这为准 我们大部分仓位结算 留下少部分工具 少部分仓位往上走 走到哪 你觉得哪合适了 觉得哪不涨了 急速拉升 五级必反了 都可以 都可以 再一种思路 推止损 止损怎么推 我们下一个大的章节里面 给大家来讲 下一个篇章里面 我们专单元吧 我们整个会把风险控制 和止损给大家讲明白 有很多做止损的方式 不只是原来我们这个初始止损 所以但是到这以后呢 我们知道到这以后基本上到这差不多了 有可能往上涨 有可能 最多这股票涨到三十七 然后又回来又往上冲 又冲不过去 差不多也就这样 所以我们到这 我们就拿到这 我们亏了吗 以后之后能涨到三十七 那时候它一半 我们已经拿了一半了 不要太贪 我们已经拿了 踏踏实实拿了一半了 已经拿了一倍了 这一波利润往后涨多少 真不知道 不要觉得我们的客室全能的 也不要觉得别人能预知到 谁都预料不到 没有任何方式 这是我给大家教的方法的缺陷 或者说是我们技术分析的缺陷 谁都不知道它能涨到哪 涨到哪 就涨到哪 涨到那以后你才知道 所以我们踏踏实实 挣这一倍的利润就够了 翻一倍你还要怎么样啊 这几个月时间翻了一倍啊 五个月吧 这都不用看 买一 第一个月 第二月 第三个月 第四月 第五个月到位结束 不到半年 这只股票 你无论投入多少钱 翻了一倍 即便你买的其他股票 没有立刻翻倍 又能怎样 半年翻一倍不好吗 甚至一年半翻一倍 不也挺好的吗 那这就是我们 这次给大家讲的 鱼越龙文 第三个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同样我写的日子 是买入日期 这个大家看月线就行 做什么看什么 做月线就看月线 好吧 这是这个 博系的低位翻倍法 大家一定要理解好 这个名字 名字听懂了 你就知道鱼越龙文 应该怎么做了 名字是什么 佛系低位翻倍法 是他原始的名字 对吧 这当然也是我起的 所以我们这周差不多吧 预告一下下一个 单元内容 真觉得投资 就这么简单吗 买了就翻倍了吗 风险我们到底 应该如何把控呢 那么下一个单元 下一个章节 精彩继续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 好好回顾一下 长线怎么做 都懂了以后 都理解了以后 自然而然就能做得好 5 9 10 6 10